就是看見零骨塔投資的想像空間 詐騙集團打著穩賺不賠 匡騙投資塔位被害人因此落入詐騙圈套 是證明的 所以這一個很貴的 拿出厚厚一整疊 零骨塔買賣契約其實都是假 開始匡騙被害人麥芙蒂 在挑選科有經文的骨灰潭 歪教授因此上當受騙 前年5月接到自稱業務員來電 說可以協助販售教授手頭上的骨灰潭 賺取價差 再以找到買方為由 要求他升級骨灰潭等級 仲介反覆要求被害人持續加碼 將商品精緻化 榨取超過上千萬元 這才驚訣受騙上當 但此時詐騙集團造就捐款而逃 刑事局統計今年短短才兩個月 已經累積18届零骨塔投資詐騙 詐騙金額最高達1600萬 其中以退休的軍公教掌者 或是家庭主婦為最大宗 因為詐騙集團早已掌握投資者名冊 採取單兵作戰 他會逐一去聯繫 預偶益出售零骨塔 塔位或者是骨灰旺的被害人 針對這些零骨塔 去做一些加工裝飾 假仲介真詐財 反而投資不成 時候可能連塔位也賠了 多年積蓄也沒了 被害人一一情判 警方能加把勁把這些老本套回來 解台北綜合報導